一定要一斤的宗旨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 那修修这个法门 究竟有什么好处 现前有什么好处 将来有什么好处 都是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 如果没有好处 学到干什么 这种好处 经上所讲的 我能不能得到 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他的意义太深 太高了 我做不到 修行方法太难了 我也做不到 我要学这个法门 白学了 经没有错 方法也没错 我做不到 慧能大师那个做不到 释迦牟尼佛说表的法 我们也做不到 我们不具足那个条件 那么来佛寺的几位法是 表的法 我们能做到 他有这样的成就 相信我也可以达到这个成就 他们的长处 我们要认真修习 这个长处就是 老实 听话 正干 如果这三个条件不具足 来佛寺 这三位老人 表的法 我们也做不到 那做不到呢 怎么办 继续搞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里头 决定免不了 冤云向落 冤云向爆 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我们要不愿意再搞 继续搞六道轮回 那唯一的方法 就是采用 这个道理 这一步经论 真正相信 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 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不能有丝毫怀疑 我法院 真正想到极乐世界 去倾尖阿弥陀佛 就法院 然后 就一桩思想 老实念佛 就成功了 这个我们想想 能做得到 那么最大的困难 就是这个世界 事与放不下 这是最大的麻烦 要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一样都带不走 那你心里要有素 要统统放下 放下 不是四上 我都不要了 这个没用 心里放下 四上有没关系 心上没有 这真放下 四上放下 心里还念念着 没放下 必须放下 必须放下 心里的念头 最难放的 亲情 明文立扬 财色 明立 全都是假的 决定不能沾染 身体在 身体还健康 可以为大众 做一点好事情 尽量做 没关系 做完之后 等于美族 不放在行上 我不是为民族 我也不是为立族 我不为任何 是为什么 同体大悲 我们清清楚楚 这就是要用科学 帮助我们做官 关注 帮助我们 看破 知道 所有一切现象 包括身体 我们居住这个地球 通通都是在 高频率 震动之下 产生的幻想 像弥勒菩萨 说的 一坛值 三十二亿 八千年 一秒钟 一万六千兆个念头 就在眼前 我们麻木不忍 看不到 什么人能看到 佛说过 八地一声 你好好的修 修到八地 你看到了 不需要用科学一气 你的六通 达到 跟佛一样 所以 不是佛一个人看到 八地 九地 十地 灯灼 妙灼 这五个位慈上的人 统统看到 这决定不是假的 释迦不能骗人的 那么将来 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这一生当中 确实 方东梅先生 没有骗我 所以我每天 对他鞠躬 他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 最高的享受 我得到了 我什么都没有 我活得非常快乐 非常自在 没有压力 没有物质上的压力 也没有精神上的压力 这就是 幸福 美满的人 不容易得到 如果不知道佛法 这一生也苦不堪厌 知道佛法 得大喜乐 我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